今天是2024年9月20号 咱们云头喂的100袋狗粮 是我让它提前发了的 然后咱们后云头喂的 这个狗粮我给你们讲一下事情啊 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六七十人 你们会收到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呢里面没有东西 还有很多人是他们能改地址的 能改地址的能改到咱们地址了 改不了地址呢 都是以快递的形式给你们发一个包裹 因为它那边公司 咱们去云头喂狗粮 等同于去买一件商品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48小时是必须得发货的 所以说他们需要给你发个包裹 那些六七十人都是 因为改不了地址给你发包裹的 那现在咱们这狗粮到了 还有咱们这狗粮是 物流统一发过来的 就在我那天搞云头喂那一天 我让它给我发的就提前发的 然后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粮 所以你们家人们放心 然后你们所有云头喂呢 咱们有一个以赛要表白 就是所有的每个人的 谁买的咱们都有 但是你们都很放心 量到了 现在我们开始卸车了 永远都是感谢大家 但是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我挺苦恼 我 我已经是第九七了 像咱们这个云头喂 我每次我都是要凉 要凉要凉 因为咱们 我就希望他们能吃到 行了 然后这个每个带的上面都写的 七七杠一百 这就是咱们云头喂的狗粮 往山上拉 拉20架是吧 往底下留80架 因为马上我们天冷了 你看 你看我都穿啥了 里面一个秋衣 一个卫衣 一个庙 老了 这个我们的通缺